讲一个故事吧 当年我在西安读书的时候 经常在大学附近的咖啡厅 一些小的茶座可以 经常看到一些在校 专门二站三站考研的考生 现在这批代业不工作 专门拿出一年二年考研的学生的比例和数量非常的多 就在大学附近 或者在一个大学的图书馆 或者大学附近的咖啡馆 坐着背考 这种现象是越来越普及 当然本质上考研这件事情 是你自己决定的 你决定一站二站 甚至三站 甚至专门拿出一年二两年的时间 去考研 这是你自己主观的问题 你自己决定的 另一方面是客观的问题 今天就谈一谈客观环境 对吧 专门一年的时间 在大学附近待着 租房子 吃饭 这都是花销 这些花销呢 可能你有积蓄 但主要还是靠父母接机 最关键的是浪费了一年青春的时间 当然也许考研期间 你接触到了更多的社会 人生 有了更多的精神上的感悟 当然有可能接触到了爱情 这都是有各种新的接触 第四 第四 第三还是第四 我忘了 第三 关键是这一年专门拿出一年的时间来考研的话 这个形势在发生变化 比方说2020年今年 知道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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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 本来已经准备了在大学附近 已经租了房子了 已经准备考研了 但这疫情一爆发 各种复习学习计划被打乱 原有的计划停止 自己天天在家玩手机 也说是要抗研 其实就是不就业 就是待业 在西安 在各个大学 各个大学 大城市的大学里面 这种人越来越妥 我不知道国家关注过这样的情况 没有有没有给这个这批这一类人有一个好的归宿 好的出路 当然国家也有各种青年计划了扶持计划了考研考公务员考博了 还有这个考试业单位了 各种考试都有 当然这都是开放的 大家都可以考 关键是 关键是 关键是我们 有一句话不好说 关键是我们国家能够提供给大学生的就业岗位 本来就比较少 尤其二本的学生 上不去 下不来 上面是985 双也要双一流 下面是大专 二本的学生 又学了一大批的文科 有没有什么实战的实践的经验 拿了这个本科学位之后 找工作也找的不是很好 也找不到好工作 在这样的情况下 是不是应该 就在大学期间 就在他读二本期间 就应该实事求是的 表明 向他们说 向学生们说明 考研就业 这个人生规划 到底怎么搞 而不是让大学生一股脑的 六月份一毕业 啊 离开校园了 就没人管了 我觉得在大学 期间就应该给予这些 这批人一定的帮助 尤其心理建设的帮助 好 再见